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有很多很多很好走的徒步路线 新加坡有很多很多很好走的徒步路线 就好像我喜欢去卖里芝啊 然后五极芝麻山 植物园 还有最近我发现到一个新大陆 就是乌民岛 因为其实我是在乡村长大的 所以去到那里呢 就觉得回到儿童的时代 所以到现在我还一直在回馈 很难忘的一个旅程 看来你真的是很经常去卖里芝麻 那你经常会跟老公去男孩和儿子 在甘坡可怜生 你家人一起去卖里芝麻吗 这问题问得好 其实儿子是比较难 因为一个在当兵呢 然后一个在读大学 老公就有 老公就会时常早晨呢 就陪我做乘运还有散步 那既然你这么长去卖里芝麻 那你介绍一点食物的路线呢 没问题 跟我来 梅姨姐 你最近有看于什么其他的运动呢 我喜欢游泳 瑜伽 皮拉提斯 还有我最喜欢高尔夫球 问你 运动对人体有什么益处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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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你答对了 好啊 好啊 你比较喜欢一个人占步 或是和朋友家人占步呢 朋友跟家人 瑜伽或游泳 瑜伽游泳都喜欢 早上或傍晚运动 早上运动 嗯 嗯 嗯 我是个早起的鸟儿 所以呢 每天早上我必须做的一个东西就是 我做十到十五分钟的瑜伽运动 因为呢 这就可以提高我的精神代谢 然后让我精神一整天 接下来就是我的早餐时间 那你喜欢为家人煮什么样的早餐呢 早餐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给我跟我老公 就是只有水煮蛋 然后呢 儿子呢 因为他们在发育当中 所以呢 他们比较喜欢吃 Homeo Wrap加上Chicken Breast 还有Salad 我觉得应该摄取多一点蔬果 少吃红肉 多吃白肉 摄取多一点蛋白质 然后要喝水 因为喝水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 吸取少量的糖分跟淀粉 因为这对身体是不太好 林丁姐你做得真好 走了这么多一公里我就可可了 林丁姐 好啊 走吧 林丁姐 你的公司是否会帮你 服务的时候变相和亲人 是的 他们会时不时就向我 学问一些健康的一些尝试 那你是不是 你身边的家人有做癌症生长吗 坦白讲 在我还没打癌症之前呢 其实我只是要自己做一些 常年检验 或者是我的家人 但是自从我得了癌症之后呢 我现在变成一个啰嗦的老妇人 常常劝身边的亲戚啊 朋友啊 一定要去做常年检查 那你知道五十多以上的朋友 应该做哪些筛查吗 这我知道啊 就是结肠直肠癌 母癌 还有子宫颈癌 没错 五十多以上的人都应该通过 分辨免免疫化学检验 经过减伤FID 每年最后一次结肠直肠癌 采查 女性呢应该定期接受 我们的X光检验 目光归和人鲁图众流病毒 小色 HPD-CAD 来检测肥癌和子宫检验 新加坡防疫协会 提前总组 非常好 谢谢你提供这些资料 好 我们去喝咖啡 好 有非常大的改变 因为其实以前我是无肉不换 我一定要吃肉 我可以一整天不吃蔬菜 不喝水 但是不能不吃肉 然后我的改变就是 因为其实以前我是无肉不换 我的改变就是 我开始放弃红肉 然后我吃蛋白质的白肉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讲 真的是一个大挑战 那这一期的改变会很难适应吗 非常难适应 因为对我来讲 这简直是噩梦 因为饮食习惯 其实是长期累业的 饮食习惯是我 陪伴我整40多年 所以我觉得很难适应 但是为了我自己的健康着想 为了我的家人 我决定克服一切 然后改变自己的 所有一切不好的饮食习惯 那你在接受RM的聊天 是怎么样保持自己的态度的 好 首先我跟我自己讲 其实这是一场战争 一场非常艰难的战争 耗时又耗力 拥有他们是我这一生中最痛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告诉他们 就算你们再强大 就算你们再坏 我还是要大胜你们 我不能举白旗投降 我要恢复我自己健康的身体 我要战胜我自己 今天是很激烈的事情 那家人的自己 其实也是非常地重要的 但在这非常地实际 其实他们做了很多让我感动的事情 当然我的老公跟我的孩子的两句话 让我感受到 我一定要为他们而活 首先就是我老公 我老公说 他说老婆你知道吗 其实伤在你身体 痛在我心里 他说你永远无法体谅我心里的痛 我听了就觉得 我知道了我要好好照顾我自己 然后儿子的另外一句话就是 妈咪为什么是你 妈咪以前我很坏没有听你的话 可能才导致你有这个病 我错了 所以当儿子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心很痛 因为我想不到一个小孩子 可以跟我这样忏悔 所以我觉得 这两句话其实 让我知道 我一定要健康地活下来 我一定要为他们活下 你真的很感动 那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 谢谢你们 我最爱的家人和朋友们 这一路走来真的是很不容易 可是你们无时无刻地在陪伴我 我很爱你们 谢谢 你有做过子宫颈癌筛查吗 那你又是怎么接触到子宫颈癌筛查的呢 我是在结婚之后呢 就开始我的子宫颈癌筛查 那整个体验的感想是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 战战兢兢 因为怕疼痛 可是整个过程 其实我发现到呢 其实很快 那只是有一点 一点点的不舒服而已 那你是如何舒缓 筛查过程当中 感到的女士呢 我会告诉自己尽量放松 然后我也听医生的话 做深呼吸 正常的女性呢 只要五年做一次就行了 好 我发现到你对癌症的认识非常的多 现在就让我来考考你 我的问题就是 如果没有家族历史 你是否就不会得到癌症 嗯 很多人听向于认为说 如果没有任何家族历史 他们就不会患上癌症 但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每次到五年出家或居民 无论是男或女 总结有一个人可能会患上癌症 虽然癌症有时候是因为基因突变而引起的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不健康的饮食 吸烟或是无数其他的原因而发生的 嗯 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都知道呢 很多癌症病患者 他们死的时候呢 并不是因为癌症而是忧郁 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非常积极 还有正能量去抗癌 这一点真的让我很痛心 所以我决定把我的故事分享出来 让大家用一个正能量去对抗癌症 然后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那你觉得西加坡人可以做哪一些简单的做事来预防癌症 这一点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我知道很多西加坡人 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做 可是并没有真正的去行动 其实我们只需要摄取多一点的蔬菜还有水果 定时做运动 还有一定要定期做癌症的筛查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习惯 很辛苦 但是这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 因为你要永远相信预防胜于治疗 那你有什么特别的话 讲过癌症患者或是病症走过吗 各位抗癌战士 我们一定要知道 癌过有晴天 不要躲避风雨 因为风雨之后呢 就肯定会有彩虹 谢谢玲玲姐的分享 你的肚子和正能量 真的是非常让人家敬佩 谢谢你 等等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我们现在先吃 吃完这半个小时 我们再去继续我们的Part 2 我们继续去做好不好 我好像没有空了 玲玲姐再见 不行玲玲 刚才我不是跟你说 一定要多做运动吗 回来回来 嘿嘿嘿 aqueles我ические黄金 德啵 德啵 德 德